大家好,欢迎回到来,这个就是我们讲 什么好戏言和发学新知的一个crossover节目 大家好,今天就会和赞博士一起去探讨一下 最近在乌克兰的危机,说起新闻报道 也都来自乌克兰这边的军政局那边的透露 就说最近在乘波罗热,在核电厂内部 俄军进行了一些卖雷的动作 就是我们讲去卖一些地雷的情况 这个是危险的动作 你想想就把地雷放在本身都随时可以在一个炸弹的情况里面 如果将它引爆,究竟产生了那个后果会怎么样,风险会怎么样 大家都想想都知道危险 根据局长的说法,似乎埋雷的地方相当多 甚至乎在六个反应堆里面有四个 在他们的冷却池就已经擠了地雷 就是说如果万一将他们引爆 发生那个重大的风险事件 都不想而知,都可以是挺恐怖的 但anyway,究竟整件事上可以去到一些连环的事件出现 或者它本身那个灾害 究竟是exactly是会怎么样呢 究竟影响那个范围去到有多大呢 甚至乎国际空间 就是说我们讲到北约 或者其实世界各国 其实今次这个灾难背后 就是他们如果在发生之前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呢 今天都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NioHong Kong和科学新智 多谢大家 记得给大家一个赞 好,陈博思韦你好 你好,Larry 今天这件新闻听起都相当恐怖 他可以这么说 其实他那个当中讲的原理 就是他就擠在那个叫做冷却池那里 那为什么好摆不摆就摆在那里呢 就是来说我们讲,就是会不会像水坡那样 你在外面炸它,你在里面炸它又会容易一点 这里又这么说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如果是将一个民用的核电厂设施 在里面制造一些危险 令到他们破坏了原有的安全结构 都是一件挺不道德的一件事 就是你说如果在一个战争里面 去占领别人的能源设施 这样正常 始终是一个补给的来源 你去切断别人的电力供应 这个是你打仗的时候会做的动作 但是如果说你说破坏别人的电的设施 那你如果水力发电炸了一个坝 那造成很多的烟浸 这样的样子 这样固自然道德 另外如果你说去到核电厂 你都做这个手段的时候呢 其实就真的要好好地去评估 那个面对灾难是可以有多大 那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如果核电厂真的好似其他的能源设施 一样被人淋走守不住就大肆破坏的话呢 最后的后果是远远比其他的电设施可以更加严重的 所以在这里虽然暂时只不过还是一个叫做全民 俄军有这样的部署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就不得不早日去提防 那你说呢 如果它破坏一个电的设施呢 那很可能你也是想的 它那个放能源进去的供应那里是其中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电力输出那里是另一个位置 当然就是里面那些会移动的运作机件 又是另一个位置 那如果你说是普通的一些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的话 那水力发电厂你把那壩炸烂了 基本上就整个水力发电就废了 如果你是火力发电的 你基本上把那波轮机组关系之后炸烂了 那就是最难就医护测药费了 核电就会这样一样 核电设施在你设计的时候 你是经过很多的安全考虑和设计 而且在现代的这些核电设施里面 很多时候那个比较进去核能 里面和维持稳定的装置 都要包在一个很坚固的结构那里 而那些坚固的结构是预了你外面放一粒核弹去炸 它都要勉强顶得住这样才行的 但是核电厂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在哪呢 就是刚才Larry你也提到的 就是在它的蓄水池冷却设施那里 核电厂本身是一样 不是说你关机就可以拍拖油走人的东西 就是你想想想如果你水力发电 你便把一些杂都开了 又得水沖走 哦 算了 不用这样 把那些会活动的那些涡轮线叶 抽离了水那里 那就不用了 就是这样了 火力发电的整个早晚冷却了 如果断绝了燃料供应不动 它自动生锁 那就没有什么大的手尾 但是核电不是的 核能本身是一样 你控制不了它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停的东西 就是你把核燃料砍出来 它就不停地吐出幅射 不停地有核反应出来 那核反应你要随着它自然地衰变 才会跌 就不能说你按键 它就完全不做核分裂 就不能按键 所以在这里就麻烦了 万一这个核电厂 它是你不想去运作 你想去发烧点电的话 你只能够就好像 现在这个扎波罗热核电厂一样 就是将它的燃料 在反应堆里面 那个燃料 就尽量插多些控制棒下去 令到它的连锁反应 活跃程度大大降低 但是你插了这些控制棒 通常那些控制棒是由石墨去制成的 这些控制棒会越来越热 所以整个系统 你一定需要不停地找水冷却它 即是说就算关机 你也不停地继续好像要淋水一样 令到它的热力不要过热 才可以维持一个安全的状态 所以对于一个核电厂 除了在外面的罩 罩着要坚固 不要漏复射之外 其实它很需要的一样 就是外面的冷却系统 所以你如果一旦移动了 冷却系统 里面的稳定平衡 一旦离开了 整个核电机组就很容易过热 接着其他东西就一步接一步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核灾难 所以核灾难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 就从冷却池那里开始搞气 算不算俄老都是精心计算 用到杠杆的力量去破坏核电厂 会是的 成本最低 就是你基本上断了水源供应 令到可能是 要是将你的水排走了 要是你就将它供水里面的那些基件 炸烂了它 令到它没有办法去做正常冷却 那就已经可以出很大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就不得不提防 就是你这样去埋雷的情况 因为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说我们假设 它撤走的时候就引爆地雷 这个当然就不为一个危险 但是有时候就算不是的 有时候始终武器的事情都很难说 尤其是火弱的事情 有时候自己出事都可能会出现的 真是不小心 不爆的时候 又是会产生一个 不能够计算的系统性风险在这里 Anyway 陈博士说起这个风险 其实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它炸到冷却池之外 其实还有没有 一些我们说核电厂 你说我们以前见过的 就是可能福岛 或者刺耳诺贝尔 核电厂它不同程度的破坏 它都会带到不同的风险走出来呢? 这里值得要慢慢评估一下 就是我们在近代面对几次核电厂的灾难 最接近一次就是2011年的福岛 再数得远一点就是1986年的赤尔洛贝尔 你看到的危害也是挺大的 那么如果你问我 万一扎波罗尔核电厂 原来是那个冷却池失灵 然后就是那个冷却池如何失灵 可能是俄军撤走前 或者主动引爆 又或者它留下了很多骯髒的武器匿藏 就令到进来接收的军队不为意 就触动了然后炸烂了 然后俄老就说不关我事 是你自己笨的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 基本上它那个不道德的程度 我会认为比起你真的放一颗核弹 可以是更加严重的 当然你说看历史上 广岛长期的核弹 就死了很多人了 但是那个后续 你发觉就是经历了一段时间 你那个地方依然可以住得住人 但是你如果比较回复岛这些核电厂事件 或者赤尔洛贝尔核电厂事件 是方圆一个很大的范围 是永世住不得人的 而扎波罗尔这个核电厂 如果出事的时候 相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就是方圆好几十至上百公里的范围 不可以再住人在里面 而更加麻烦的一个影响就是 如果地下水污染 如果它是有些 譬如我们说 好像福岛核电厂的堆深溶解的情况 那个发电机组过热 热到一个地步 承载着这些核燃料 密封着这些核燃料的结构都溶解了 那堆核燃料 就像一些岩漿一路向下溶下去 而且遇到什么就溶解了 最后你一定会污染到地下水系统 如果你看到乌克兰的地图 它原本最大的冷却水的水源 就是来自聂伯河 它从地下水到污染了一条河 然后甚至乎污染到黑海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呢 当你一直这样推上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程度 就是当你那个洩漏情况越严重的时候 你一定是可以污染 可以去到更遥远 和更长远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来的 另外又要再说回 比较赤尔·诺贝尔 它那个事件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叫做蒸汽的爆炸 就是说在那个核电厂的窝炉之内 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蒸汽产生 就会爆了整个保护罩 那于是乎令到那些核燃料棒 连在里面的控制棒 全部是带辐射的东西 一起落露在大气之外 那这个就是最惑特最严重的情况 那你说如果那个扎波罗尔核电厂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相信如果在一个人为戀的操作之下 它一样可以操作到一个这么麻烦的情况 但是可能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说它里面很热 但是它没有说热到突然之间 淋了些水下去 令它产生大量蒸汽 它会把保护罩热 即是说你只要把里面 你可能由得它热 但是呢 那个冷却水呢 如果你就算放水进去冷却 那个压力你可以让它有效地排走 就不会把整个机组 然后呢 控制着它不要出现了 那个核燃料裸露的情况的话 那就不会出现 好像赤爾诺贝尔这么严重的情况 但是它也可能出现福岛的情况 福岛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它就不是说整个堆深的燃料 直接裸露了在这个大气之外 但是 因为它有些已经是退役的废气燃料棒 放在它的保护罩里面 而那些保护罩里面的冷却水 供应不足 然后呢 就令到整个里面的结构 亦都产生了大量的氢气 那在福岛的事件的那个爆炸里面 是令到一些原本 退役的核燃料棒 它都有裸露了在大气之外的情况 所以当这个现场都一样是 落到一个更加比正常高很多的辐射 那当然现在你要盖上它了 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也好 就算扎波罗尔那个核电厂 它是冷却系统失灵 只要你能够争取到 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 令到它的冷却系统重新运作 或者令到里面不要积聚太多的氢气 令到里面不要有突然之间大量的氢气 就需要很多人为工程上的努力 才尽量能够避免到像赤爾诺贝尔 和福岛的事件发生 但是在战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很多事情控制不了 到底这个灾难可以去到哪里呢 暂时俄军会不会用这个策略 不知道 俄军更加喜欢用的是借刀杀人 都不奇怪 万一出现了爆炸 出来的损毁程度有多大 能否带到一个地步 在乌克兰那边是不能控制的 我会说是一个最坏最坏的情况 你说如果出现一个 画出一个半径100公里 无人地带全部清空 然后整条旁边的河岸全部水源受到污染 最后影响黑海、克里米亚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时候 因为俄军去埋雷而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会觉得这个行为 基本上是等于 我会说比放核弹更加 对于世界是一个威胁和攻击 是的 因为明显其实连自己克里米亚都受影响 因为你带地白河出海 之后都会成为黑海 克里米亚都是在黑海里面 所以现在叫做克里米亚都是 俄罗斯占据着的地方 暂时是它的国土 变成了当地人民都受影响 所以其实如果要搞 自己人都搞到的 说真的 整个我们说土耳其 很多地方我们说地中海是旅游性地 很多地方都是我们经常说地中海 黑海又会出地中海 所以也都是整个时候欧洲 怎么计算都是受影响的分子之一 让我们相信 所以就放线怎么看呢 你觉得在这里应该 我想虽然说到全世界都受影响一定的 最近和最深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黑海一带国家 还有主要都是欧洲为主 我相信 美国其实可能影响是会小一点的 但是它有没有什么符合 现在你觉得都需要去在这个战争里面去做 甚至乎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俄罗斯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的 真的要严厉一点去警告它才行的 真的跟核弹 就像刚才你说的 不是很大差别 是啊 我甚至会辅分 它最后比核弹脏 就是在这里 当然你说有什么措施要做 战争的措施 你说是你外交手段的措施 那我这里作为一个科学人 那这些可以交给大家去评价都可以了 但我很想在這裏帶出一點 當這個意外到達到最嚴重的情況 只能夠做到堆心溶解 不要像像諾貝爾那樣爆發 像福島那樣,堆心溶解污染地下水源 最後影響到周圍國家,而且是上萬年計的影響 這個行為本身已經是對世界宣截的 從科學地去說,我會說 廣東長期現在都叫做住人 但是如果你把紮波羅燃弄壞了 最後的後果就變成好像要刺諾貝爾那樣 可以是一種對全世界宣截的 我認為如果你刻意地破壞了核電廠這個結構 令到這個後世受到這麼長遠的影響 其實我會覺得從人民價值角度來說 我會覺得這樣做是等同於向全世界宣截 所以我相信現在這一刻 世界各國都真的要討論如何避免這件事發生 不要等它發生了才去想那個補救方式 例如像智諾貝爾廠那樣 包括水源、包括當地疏散自己的居民等等的情況 這個紮波羅的情況是一樣的 到時你想想要有多少人要去做疏散 那個方圓半徑要多大的人離開 附近的泥土和水受到污染有多大 那是不是又要好像我們說像智諾貝爾的形式那樣呢? 就是又要加一個石棺上去 就是是不是又會類似這個情況這樣做呢? 嗯 其實講得簡單一點 基本上都是鮮魚去的 就是現在你無論是福島 在那個海裡建一個石屎的海堤大壩 其實都是想鮮魚去控制它的地下水污染海洋 然後刺諾貝爾原本裸露在外面的那個反應堆 你就不停地要很長時間找直升機去扔水泥去蓋它 接著控制到它的輻射量之後 才在外面再有一個工程來罩著它 就是不要忘記紮波羅熱核電廠 這個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核電廠來的 所以它一有時起上來的時候 就一定是世界級地有事 其實我會說你只能盡量做的就是 萬一出事就是鮮魚去 但是也可以就是你鮮魚去建造 鮮魚去過程之中你也要犧牲很多人 你看回那個次諾貝爾核電廠出事的時候 就是後來至少記錄了五千單的甲狀腺癌症 只是甲狀腺癌症 還未算其他 有些都還未等到之後幾年出癌症 當時那一刻已經太高輻射就已經是血癌 很快就死了 所以整個人類是一個災難了 已經不再限於烏克蘭了 所以這個都應該是一個世界級的災難 所以我想現在都需要多些監管 尤其是你說國際技能機構 雖然它我想進去它能夠做到工作多了 但是都叫做多一個國際機構監察著 看看它的核水平 至少我們側面知道 其實那個廠現在的安全去到哪裡 還有都只能夠這麼說 現在因為它真的是俄羅斯佔領著 只能夠寄望著對方的善意 真的不要亂使用自己的權力 就是破壞一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因為之前它們試過破壞那個水壩之後 就令到我們產生一個很大的擔憂 就是如果連水壩它都不惜一切 那它破壞甚至乎其實就根本是損人不離己的 就是你炸到這個挖欄這邊就令到它沒有水 也都令到它淹淨的村莊 也都同時提升了那個渡河的難度 但是某程度上也都自己他們做的防疫公事都是推倒的 也都有很多俄羅斯的士兵被水淹淹死了 都是一些損人不離己的事情 都夠膽做的 所以當然我們講習波羅里廠 就再大的災難都未必不回 這個都是大家擔心的 希望只不過是我們顧慮太多 但是當然絕對不希望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是的 所以這也是全歐洲全人類關注的事 我們繼續留意著事態發展 如果有什麼新進展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報道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謝謝陳博士 大家記得關注包括《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 在哪個頻道 有新節目出的時候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還有記得訂閱和按LIKE 好 那我們在其他節目就和大家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